國民黨到現在 我們終究還是執政黨 雖然1.29我們被打敗了 是事實 人民教訓了我們 但是重點是 我還是執政黨 我真正的對手 今天對的還是蔡英文 那今天如何跟宋主席之間 能夠有一些更好的整合等等 這都該要努力的 可是你自己本人 如果說你已經變成 好像老是覺得自己委屈 或者老是覺得自己被綁架 或者老是覺得自己 在外面的人都對他不利 我說你如果進入那個情境 那你真的就是小三 這一點我覺得他有改變 那對我們來說 我們當然也希望 因為他終究是國民黨 全代位正式通過的候選人 你今天怎麼叫他做副的 就跟其實跟換座也沒什麼不同 問題是這個制度就在這裡 你怎麼換他就換他 除非他說他自己願意退選 可是今天看起來 我覺得在昨天 我至少感覺到 他那個鬥志還是在的 可是他自己也知道 他碰到的困境 他也在尋求改變 今天早上去了苗栗 所以從我的角度來說 記得我看到 講話開始輕鬆多了 可以開始挖苦自己了 他常常挖苦啊 他說挖苦人家就不好了 挖苦人家那個意思 就很生啊 還是心裡就一股怨氣 那個東西選不喜歡的 可是等到你自己懂得輕鬆了 挖苦自己了 我覺得那是正面的 當然還要繼續努力 因為這不過是看起來 有了一個改變的開端 是不是真的有改變 因為無論如何 傳言中最可能取代 洪秀柱的吳敦毅 昨天幫他喊加油了 而且據說 吳敦毅昨天上台致死之前 還很刻意的 本來想要拉洪秀柱 一起上去的 不過後來兩個人 終究還是沒有一起上台 而且看起來 洪秀柱非常有心心啊 我們來看 昨天他接受專訪的時候 怎麼講啊 對於這個抽糧換柱 他的解釋是說 民進黨造成的 他說是民進黨的陰謀 他說民進黨不是說 我不堪一擊嗎 那為什麼要用這麼多的手段 把我打掉呢 是因為我是有力的對手嗎 我不瞭解耶 那對於大咖 到底挺不挺他 他說馬駐吳王呢 都有支持鼓勵我啊 而且都有說 會提供人脈給我啊 像王金平呢 向來他都不會講的斬釘截鐵嘛 每個人表達方式不同啊 那被問到馬吳王駐 到底有沒有可能同台造勢 他說也許時間還沒有到 三天兩頭聚在一起喊凍蒜 那不是很奇怪嗎 甚至呢 這個還罵媒體抹黑他 說他最讓他生氣的就是 中華民國不存在這句話呢 根本是媒體斷章取義 以而傳而 他說我選中華民國總統 說中華民國不存在 那不是很笑話的事情嗎 那總統的選情啊 今天呢他就看起來 之前好像很有信心 不過到了苗栗的時候呢 他提到選情他卻講啊 我的選情啊 就像苗栗財政一樣 風雨飄搖很辛苦啊 不過會突破困境 如果能夠挺住的話呢 苗栗也能夠通過難關 但您來看看啊 講這句話的時候呢 苗栗現場徐耀昌 可是在他的旁邊呢 不尷尬嗎 我們來看看當時的狀況 今天秀柱的選情 就跟我們苗栗的財政一樣 風雨飄搖 所以都很辛苦 但是沒有關係 剛才現場講 我們一定想辦法 突破這種困境 如果說秀柱能夠 停得住當選 我相信苗栗也能夠挺得住 也能夠衝破難關 對不對 對 各位媒體先生女士 請你們看清楚喔 我們專程從大陸放下自己繁重的事業 來回到家鄉來 力挺洪秀柱 對不對 當選 總區主 當選 總區主 當選 新郭說這個洪秀柱有點改變 像是洪秀柱在桃園 吳智陽在他旁邊 他說如果民調準的話 吳智陽就不會落選啊 然後今天 徐耀柱在他旁邊 他說苗栗的財政風雨飄游 這是哪一招 而且對於抽糧換柱說 他說 這都是民進黨的陰謀 民進黨放的話 是這樣嗎 按照現在的情況之下 看起來 吳敦義都出來挺他啦 洪秀柱確實很安心啦 有可能抽糧換柱嗎 其實他有點 點三到四心口開合 像今天他講了說 苗栗的財政跟他的選情一樣 那後面那些人 大概都會流冷汗耶 因為他的選情 現在就是第三名嘛 更別講 這邊是徐耀柱 當後面有一個叫徐志榮 他在後來的講話當中 他也把徐志榮講成徐士昌 結果現場也有一團這個 立委的 立委的名字講錯 立委在地方應該很重要 那事實上 他是副院長 他是他同事耶 所以啊這個 我覺得 洪秀柱不是說 要叫他 叫他本人變 因為他本來就是 這樣子的一個條件的人 他本來就是做 國會的副議長 其實都已經有 超過他的本身的能力 李鑫啊你不是一個義友 義友應該有職啊 你應該直接跟他說 你就退選吧 那不行 那我那個媽媽 下去呢 我們就害了他 不是一個好朋友嗎 也不是一個真情的朋友啊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你沒有講實話了 那他說天王這個 如何如何 那今天有一家電視台 要播一個專訪 我看到他們的臉書上 就有他的一段話 他那一段話講得很毒啊 他說 他說什麼你知道嗎 他說 這個就是臉書上 人家講說 洪秀柱點點 我覺得最心寒的是 所謂天王 為何到現在 大家都不願意站出來 那你為什麼不想想 人家為什麼不願意站出來 對啊 是因為你有問題 人家才不站出來啊 而且第一時間 你不是把王金平給得罪了嗎 那到目前為止 你也沒有好好的 跟王金平來和解啊 那王金平也不願意 成為你這個 嘴下那個 去民進黨給送一席選 去立委的那個 很沒用的一個議長同事啊 現在的國民黨 你不要看哦 他們在形勢上面 黨秘書長李四川 是有認真的在做事 為什麼 黨秘書長安排行程 也要看得出來 從台北 幾個這個立法委員 包括費洪泰 記不記得啊 那天上香的時候 連我這個認為 非常這個年輕有為的 蔣萬安都被這個連累的 還要站在他旁邊 我當時已經很生氣了 可是那個時候黨中央 跟台北市黨部 有逼迫幾個立委 一起跟他上香 記不記得啊 台北完之後 他們就往哪裡走 往基隆走 基隆好龍兵帶著走 走完以後到桃園走 桃園逼迫這些立法委員 要同台 找了好幾場 終於後來同台 同台的結果是什麼 因為桃園的立委裡面 有這個親民黨出身的 台北的立委 也有親民黨出身的 所以傳出來 這些親民黨出身的 這個濟養 在國民黨裡面的 楊子們 就回過台來跟宋楚瑜說 黨中央還強迫他們 要開記者會 說要挺洪秀柱 這是昨天出來的說法 張索文這個跟我講的 然後後來我去問黨中央 楊偉忠說他沒有聽聞此事 可是索文說 在親民黨內部開會的時候 宋主席有說啊 他說我們不要為難 我們以前的這些親民黨的同志 這些親民黨的 激養在國民黨裡的 要參選連任的立法委員們 現在是非常壓力很大 因為基層認為 宋洪應該PK 甚至於認為宋楚瑜 比這個洪秀柱要強 但是黨中央確實是在做家庭作業 所以其他的政黨人士 不管是親民黨或是民進黨 也不要認為國民黨中央真的沒做事 是有啊 他們在做學業 家庭作業部 到時候李四川可以一打開來說 有啊 我們桃園有六個立委 一起挺住啊 然後現在到苗裏來了 苗裏你也要看啊 他可以跟黨中央說的很漂亮 徐耀昌以前是親民黨的耶 對不對 然後那個林榮德今天特別把那個 王金平的中常委 那個時候他曾經在中常委裡面質疑過 他的那個民調 記不記得民調的比例 那也把林榮德給抓回來了 所以黨中央很厲害的 你不要以為 只是黨中央在這種畫面上的演出 抵消不了 就是無法補償洪秀柱的 說話上的措施 跟離心離德的本質嘛 連工商建議會 對不起那也是黨中央的下令的結果嘛 工商建議會的理事長叫什麼名字啊 叫廖萬龍 他是國民黨的中常委 他還要選中常委 你知道我今天怎麼打電話給他嗎 我說總裁呀 他是我當時入黨的那個介紹人 後來我被幹掉了 可見的這個中常委 廖總裁我跟他說過 我說你這個總裁也不被尊重 我被開除黨籍你這個總裁 我的介紹人也沒有人去諮詢過你 我跟他很熟 所以我今天跟他打電話的時候 我還跟他說 我要在電視台批判你 他說我是中常委呀 我說你不了解政治現實嗎 你是一個台商 你明明知道現在本土企業家 都認為洪秀柱做不下去 應該換成無敦意 你為什麼昨天要去安排那個場合 他是用中常委的名義 去借工商建言會這樣的一個場子呀 公器私用 廖總裁你真的公器私用 為什麼 因為他們8月29號要選中常委 這個 裡面昨天 因為他都是國民黨的活動 所以呀 沒有公器私用的問題 你竟然把他嚇壞了 什麼把他嚇壞 我告訴你公歸公私歸私 昨天那個場合就是黨中央 逼迫一個中常委的廖萬龍 幫忙把吳敦意找去 吳敦意副總統早上的行程 並沒有晚上的這個活動呀 對不對 所以搞那些 現在就有一點 這個這個這個 也跟真實有差距 我講一些事實 選舉是事實 你們不要在那邊營造假象 我的意思就是說 黨中央去營造一個假象 台北呀我也有去 基隆也去 桃園也有去 苗栗也有去 然後就以為我們一走完了 大家都拉拉走了 就選上了 不要騙人 你去騙別人 人家不相信 你不要騙自己的肚皮好不好 這個國民黨中央這些傢伙 你們以為別人看不懂啊 那昨天那個就是 吳敦意副總統 他以大局為重 以廖萬龍跟他之間的友誼為重 我跟你講 有一次廖萬龍總裁 他的朋友幫他做這個生日宴 在這個喜萊登飯店 那天我不小心被被找去啊 因為我跟他有私交 好那結果呢 吳敦意副總統在另外一個地方 吃飯耶 同一層樓 他聽說廖總裁在這邊過生日 他特別走過來跟他慶生耶 你就知道他們的交情是不一樣 我的意思是 昨天是 吳敦意副總統表現他對私人情感上 對中常委廖萬龍的情感上的回饋 這就是事實 所以不要去騙人了 這個廖萬龍是責任悲大了 不是悲大 這是廖萬龍的偉大的地方 他平常這個關係做得好啊 他們跟這個 共產協會交往很久 李欣 我跟那個他通了電話 這個不是 我告訴你廖總裁說 我說那你這樣子 顯然是為你自己選中常委做造勢 當然他因為我講話很直率 他說 哎呀沒有了 我如果這一次選不上就算了啦 我就是要退休了 這是他的直白的說法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們看政治的東西 不要用假象去騙選民 你騙選民騙得了 你騙這些人騙得了嗎 你做了那麼多的假象 哇台北桃園苗栗 我了不起喔 大家都在那邊舉手 可是你洪秀珠亂講話就抵消了 更別講 你的基層的反應就抵消了 好不容易做出來今天呢 這個最乖乖排的叫做江啟成吧 他最熟的 在豐原選舉的江啟成說了什麼話 他說 擋不住偷糧換住傳聞 高層要面對耶 他今天接受中平社訪問 非常語重心長的意思是說 現在啊 所謂偷糧換住這個傳聞 已經變成基層的共識了 你們用否認的方法 用不面對的方法 用洪秀珠自己一直嘴硬的方法 解決不了了 他在裡面接受訪問說 請這些大人 關起門來好好討論 他的一拳外之音的意思就是 要換人嘛 他不如說出來否認喔 對 否則我這個江啟成 在豐原的選舉怎麼選啊 他知道 在豐原的選舉我告訴你 這個江啟成這個談話當中 有一點是跟宋楚瑜示好喔 我猜我不用問江啟成本人啦 這個地方 宋楚瑜這個親民黨 如果放陳青龍下去選 他就更慘啦 因為現在已經是五五坡啦 而且那個地方目前的選情是 綠大於藍 因為在上次台中市選舉的時候 這個綠大於藍很嚴重 我只是舉這個例子 就是說基層都已經這個 立委選舉是第一線戰爭 因為你們現在不是選舉 所以你們就可以在旁邊納糧 表示清高 立法委員們現在的每一個基層 都有這樣的一個痛苦 昨天那個林環旺教授說 他可是中山先生的信徒吧 國父的這個啊 這個重陽者 他說他身邊碰到那些深藍啊 都要求PK 我身邊碰到的深藍啊 也要求PK 但是這是深藍的人的一個願望 宋楚瑜跟這個洪PK 那這些深藍是過去最討厭 宋楚瑜的人 對不對 可是他們討厭宋楚瑜 他們更討厭所謂的台獨 因為他們都認為 民進黨就等於台獨 這個起碼應該了解 這些深藍的人想法 所以現在泛藍裡面的情緒 是多重的 這個多重的情緒呢 再加上黨中央裡面 也有離心離德啊 我講的是說 你那個洪秀柱到處走來走去 好像很 好像這個這個 這個基層啊什麼的 敗票敗得很了不起 其實都假的嘛 然後這個立法委員的 這些立委候選人 講出了真心話 講出了他們的焦慮 那黨中央呢 黨中央呢 黨中央昨天莫名其妙 發一個稿子說 他們的這個民調 宋秀柱還輸一個百分點 8月9號的時候 你們那個新台灣 什麼什麼競爭力論壇 不是幫那個智庫 做了一個民調 宋秀柱已經10%呀 所以掉了11% 9號到19號 就掉了11%啊 這什麼意思啊 就是黨中央 黨還不願意讓抽糧換柱的謠言禁止耶 有沒有 所謂謠言 我是引號啊 依照洪秀柱說法 反正對他不利的都是謠言 然後這個 偷糧換柱一直要 一直要下去 一直要下去 昨天明明不是說 吳弘要同台嗎 當下午就敲落打鼓 到處宣傳說 吳敦毅跟洪秀柱要同台 那為什麼昨天中常會結束之後 國民黨中央還要發稿 說洪秀柱現在跟宋楚瑜是平手 然後呢兩個人加起來的民調 可以 他們是說兩個人加起來贏過蔡英文 事實上是平手了 嗯 什麼意思呢 政治解讀就是 不想讓換柱傳聞結束 就算你吳敦毅再怎麼幫他忙 也是假的嘛 李鑫 你真的 你的名字叫李鑫啊 你要非常的這個 真心真意的 非常有這個 這個創新 創意的方式 去面對柱竹姐 跟他講實話 請他主動退選吧 不要再折磨我們黨這些人 問題是說 我跟你看的東西都一樣 你的解讀是東 我的解讀是西 這個才是問題 你的解讀不對嘛 來來來 問一下國董啦 江啟臣跟你一樣 都台中對不對 當過新聞局長 他講話應該是很謹慎的喔 連他都講說什麼 你們的基層就是 至少在台中 基層是一直在傳 要不要換人 有什麼交換收這些東西 而且他都講啊 這個對險情有很大影響 基層他們國民黨的人 是焦慮的啊 所以他呼籲什麼 這些大人 到底應該就是馬英九對不對 朱立倫啊 吳敦毅啊 王金平啊 這四個人出來 好好把他處理啊 問題是昨天吳敦毅 本來有一個好的機會 他如果真的要把這個事情 挺住 紅舅住 他昨天可以做得很漂亮啊 可是昨天為什麼只有這樣做呢 不過紅舅住你知道到地方去 欸剛才講連立委的名字都會叫錯 到底是出了什麼事情 剛剛佑琪也講了 欸 館定苗栗縣長 他的最大痛處是什麼 在政治怎麼樣 薪水就發不出來啊 人家在旁邊來幫你 你還去講他的財政 跟你的險情一樣 這不是跟上次的吳智陽一樣嗎 這不會得罪人啊 不會啦 紅舅住跟徐耀昌感情 施交很好啦 徐耀昌其實當立委的時候 他也常常請這些立委同仁 去他那邊泡溫泉幹嘛的 我也曾經去過啊 我覺得應該這些話還好 倒是 江啟臣這一席話值得萬位 他是一個立委 但是重點是他有指標意義啊 剛剛主持人有講嘛 他是前新聞局長 又是現在智庫的董事 朱立倫很倚重的一個要角 那最重要一點 他是中部地區的一個重要立委 各位如果說中南部 有這樣的一個聲音 我講的中南部就是 張范市與你以南 也就罷了 如果說你台北市 現在不管什麼聲音 中部我們從頭到尾都講啊 決戰中台灣啊 如果連中部地區這樣 一個重要的立委 講出這樣的話 他講 我再講一遍喔 他說擋不住喔 偷糧換住的傳聞 高層要面對 他開中民意就跟你講擋不住耶 而且基層一直有教力 對 確實很多人要反應有教力 所以 他裡面特別強調說 特別在上頭的意向都不確定喔 他說不確定喔 甚至目前沒有辦法凝聚 整個黨的向心力喔 最後的演變當然就會形成 顧自己的立委選舉喔 因為立委候選人 也不是在上面要求幫忙 要從哪個方向當起啊 我告訴你講到這裡 你想想看這麼重要一個選舉 立委已經在開始衝刺 已經非常焦急 啊你還不能確定說 到底總統要怎麼派本定案 沒錯 你一直在講沒錯啦 但是對不起啦 鍾慶兄我就借用你的話 你明眼是太好用了 說喔 更叫的不更叫啦 看看新娘要幫忙嗎 抬轎說這些人應該是 你趕快抬轎啊 你不要問我到底 我要不要下來上廁所啊 可是大家都 結果我說一句喔 有的聽到 奇怪怎麼說 新娘要幫忙 新娘就不用幫忙 新娘啦 我再強調是新娘啦 意思很簡單 你說像江淵人講 那四大天王 就趕快去抬轎就好了嘛 對不對 就抗住嘛 抗住紅袖住嘛 好 那就是你趕快抬轎 你要知道 抗住想說 抗住這不是 新娘我是每人沒有 這趕快就每人沒有 就吃辣了 因為連抗住都產生疑慮啊 對 因為江淵誠他並不是說 叫高層出來否認喔 他也用了換柱可能喔 他講說等下關係門來討論喔 而且要面對 最重要 我們剛剛不是提到 吳副總統嗎 吳副總統 我不管他講什麼話 其實我們是 外交 聽不懂 很多你要看他講話裡面的內容 其實我非常注意 他從頭到尾都沒有講一句 我們集齊 叫做總統好不好 總統兩人都沒講 他說高票當選 沒有講總統 第一點 第二點 他講到國家的事跟柱子 你們剛剛看那個 可能VCR沒有注意到喔 他說四個條喔 不是幾條是四個條喔 也有豬王四個條喔 國家四個條喔 所以其實他講那個話 是沒有很清楚的啦 我說實在話啦 所以 他這裡聰明他不知道 不知道要講清楚一點吧 要不然人家會懷疑他要選 好 好 我們就不要再懷疑吳副總統 他也是很為難好不好 所以最好笑是說 最近還聽人家才說要開賭盤啦 開賭盤就說 他到底算了不算了 我跟你講 前兩天我在一個節目 晚上的節目 他沒有開放那個電話投票 過去都是一面倒的 然後他的題目就說 你認為阿條會退錢跟不會退錢 我跟你講 兩邊都大概五五波 都2000多票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種現象 連所有的民眾 台灣百姓 大家都分成兩邊 而且非常平均分成兩邊 換句話說至少有一半的人 是有疑慮的 那這一半人是有疑慮的 難怪會開土盤啊 我想說 李鑫跟朱鑫姐這麼好 記憲啊像這樣 調整一下 堅持參選到底喔 你跟他講一下 我們一次就服氣了 你不會死 這樣就不會死吧 他一定要參選到底 我都跟他 跟這個主頭對主 絕對參選到底 主頭絕對走路嘛對不對 也不用 就像中心兄所說 就去幹什麼 談判什麼錢什麼 根本不用 昨天要簽賭錢 假設參選 所以我聽說 這是天下奇聞啊 我從來沒有聽說 這麼重要的選舉 還要開賭盤 很多人都想去簽你知道嗎 所以看到這裡 我想到2000年的 總統大選的夢魘 那時候就是 國民黨提名連戰先生 到最後不小心跑到第三名 那現在犯人很緊張 想說對啦 要贏總統要贏真的很不容易 那如果說 2000年那個 那犯人不能整合的話 沒有 立委沒有 不要這樣 不要說過半過半也很困難 沒有辦法多數 因為各位要記得 2000年總統大選 國民黨是第三名 可是 立委息事還是最高 那時候的民進 不是不是我說錯 應該是 犯人的立委息事最高 加起來是比較高的 民進黨第一高不要 民進黨最高 國民黨第二 親民黨第三 可是國民黨加清民黨的立委 其實一百多席 多過 這個民進黨 當時阿扁執政 那現在 地方的很多思維都是想說 沒有 如果正前國民黨 也這樣 總統大選看得沒辦法 不然 也 分個立委多幾席嘛 可是看這個態勢 連中部的立委 都已經心交不移 對 我跟各位報告 這場仗再拖下去 不管你換跟不換 都是拖廂連 為什麼 因為大家心中疑慮 心中沒有主意 心中疑慮 心中沒有主見 不知何去何從 就是選戰最大的風險跟敗筆 起麥 那現在到底黃秀樹 不要換變成全民的話題了 這個真的很特別 開放已經投票 兩千多票對兩千多票 各一半 現在說還有人開賭盤 那現在如果確定他 要退或者要選到底的人 會賺大錢 這大概只有一個人知道 就大家黃秀樹自己 或者高層幾個人 這個是蠻有趣的 可是今天黃秀樹講了 為什麼出現這些東西 都是怪你們 尤其民進黨的陰謀 他什麼 你們一邊放話說什麼 他很好打啊 他出來你們都歡迎他 可是你們就私底下又放話 說什麼 有條件說啦 他會被換掉 到底民進黨的陰謀嗎 這個 我之前上節目的時候 大家都說 我支持黃秀樹 那到現在 又說我要把黃秀樹 其實在這個節目 大家假如有注意看的話 其實我從來不會去批評說 黃秀樹是 說你們一邊支持他 一邊又放話就對了 兩手車類 這其實這些問題都是 出在黃秀樹自己本身 因為今天黃秀樹接受專訪 他會講說 所謂的四大天王 到現在都不願意站出來 他該不會是講民進黨的天王吧 他應該是在講說 所謂的國民黨的這些天王 那沒幾個人 大家算一算嘛 朱立倫 黃金平 胡敦毅 還有馬英九四個嘛 對不對 所以他要抱怨一定這四個嘛 那你告訴我 這四個誰沒有站出來 他不是抱怨說 今天胡敦毅這個算 胡敦毅算 然後黃金平有沒有算站出來 有嘛 他也講了 他到南部去他也幫忙 朱立倫有嗎 朱立倫現在就朱立 馬總統有嗎 那他在講什麼 我就搞不懂啊 那黃秀樹在講 哪一個天王沒站出來 他自己沒有說什麼 四大天王沒有站出來 沒有他說所謂的天王 到現在都不願意站出來 那覺得心寒 對不對 所以很顯然 我覺得啦 這個 所謂的天王到現在沒有站出來 是黃秀樹的真心話 我相信黃秀樹 講清你的一個感受 是你幫他在原說 國民黨黨內的團結 這其實 我講白了 你知道 你是他很重要的幕僚 那你應該勸他說 你要去面對 你跟他講真心話 有在動起來 但是沒有 你不能跟黃秀樹講說 你放心 現在天王大家都站出來 那挺你啊 對不對 他自己的講的話 就是天王現在沒有站出來 所以這是事實 我講白了是事實 這個大家在政變這也沒有什麼意義 因為大家政治 我們從事政治的工作 那麼久了一段時間 有沒有挺 這個動作做的絕對比說的有用 你看挺黃的立委 包括張家駿跟他的父親 退協 黃秀樹來 人就跑啦 黃秀樹來幾分鐘就跑 大家就跑一哄而散啊 對不對 那有沒有派系有沒有動 地方的黨部有沒有動 沒有動啊 那國民黨的人就講啊 所以黨部的人就說 我這個資料名單 條在哪裡資料名單 都給黃秀樹叫他去跑啊 他真正這大選機器動起來 是你名單給他 叫他去自己安排行程去跑啊 不覺得不是這樣啊 對不對 這是有很綿密的組織的動員 派系的裝腳會議 那甚至行政資源綁裝 這些無所不用其極的方式 全部去鋪天蓋地的這樣下去 這個才是真正幫黃秀樹浮選啊 所以坦白講 你把主委找來 大家來集集黃秀樹 然後一哄的這樣散了 地方都沒動 現在看到的狀況就這樣啊 所以宋先生到地方 出來迎接的 都不是民進黨的幹部耶 都是國民黨的派系中腳 出來帶歡迎宋先生來嘛 所以大家會覺得說 國民黨黨對話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嘛 不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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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陣子裡 可以說 哪個地方 有什麼問題 不怕